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那么许多来美 陪孩子们就读的父母亲们 是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美国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做投资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考量 我们再次欢迎 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梁万里律师 还有销唯利律师 两位好 主持人好 那很多我们其实在之前 我们之前的访问也有谈过 关于这个外国人做一些投资 感觉上外国人在美国做投资 好像好处不是很多 但是到底有没有呢 今天可不可以帮我们 稍微解说一下 我们今天要送给这个 外国人在美国投资一个 最大的礼物 他们当然是有 免税的礼物 对 真的是免税的礼物 那就是外国人 你如果的是在美国的股票 还有利息 你的资金的增值的 这个是免付美国的任何税 所以外国人其实是可以做投资 只是说看你要在什么方面做投资就对了 对的 资金不用申税太好了 对 你把想钱 好像那个paper 那个股票 那以后你卖了 也不用付那个capital gains 那如果你做美国公民 或者利卡 那个是15%capital gains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我那时候在Berkeley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是外国学生的身份来 为什么那时候他这么爱玩股票呢 这就是原因 但是你如果还要再有一个步骤要做 是 你比如说呢 你要在银行或是股票经济行呢 填写一个叫做W8 ban的一个表格 来证明你的 对 是国税局的表格 证明你是外国人的身份 这个是每三年要填写一次 OK 所以这个资格上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美国 你不是美国公民 你不是美国居民 你要填 你是哪一个国籍的 填你的护照的number 那当然了还有很多就是说 有父子联名的 比如说父亲呢是外国人 小孩子是美国人 也可以吗 那你如果是联名账号的话呢 你这个账号到底是属于谁的 这个时候是属于美国人的账号 你就会失去这个外国人免税的好处了 所以最好就不要联名就是了 我如果你是属于外国人的话 你就不要跟美国人联名 我明白 OK 所以这确实 所以就是说在 如果说很多在美国陪读的这些父母亲 如果他们想要做投资的话 这个股票大概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么在房产上面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不是一个 房产是出来的时候 你卖掉的时候 或是移转给子女的时候 就变成很大的问题 税的问题 所以他们买是觉得可以买的 那capital gain也是跟一般人一样 都是要付的 但是就是在你在脱手的时候 在处置的时候 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遗产税的免税额度 那通常大家还是就是 不见得每个人都想要当美国人 那你如果来美国也要投资房地产 假设500万 然后怎么办呢 怎么办 对 所以那因为我们也说过 有什么对策 有对策 现在只有对外观只有一个对策 就是那个life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是个现金的 因为在美国法律来讲 两个area最有优惠就是房地产 还有life insurance 那对于外国人来讲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股票还有life insurance 这是两个最大的好处 那所以呢大家就 我们华人喜欢买房子嘛 那你虽然是外国人 你不想当美国人 但是你在这边买了房地产 如果有这种高额的遗产 所以我们讲过 外国人的遗产免税额就只有6万块 假设你有500万的这个资产 你几乎大概200万都要缴税 怎么缴呢 有没有对策 如果你没有这个元素保险 拿现金出来 因为那个遗产税是当时过 如果是9月以内要那个现金找出来 所以也许会看到那个estate sale 要拍卖的房子 那所以呢就下一个就回到说 美国保险有什么好 国内也有啊 台湾也有啊 香港也有啊 美国保险是世界知名的好 是 第一个它好是因为保费低廉 那它几乎是大概有1500家保险公司 所以它竞争非常激烈 选择非常多 对 它选择非常多 那几乎呢 中国的保费 要比美国高出五倍之多 如果是台湾的话 它要高出三倍之多 那下一个就是 美国到底稳不稳呢 这是很多人现在都有的这个疑问 那第一个概念就是跟大家讲 美国那个insurance 那个法律就是规定的 它一定要有we insurance 它自己也有保险 哦 那谁保他们呢 很好奇 通常叫we insurance company 有一些特别的we insurance company 比方说很多卫士的 Switzerland那些公司 we insurance company 所以是再加保 再加保就對了 每个保单 life insurance 都有we insurance company 所以算是蛮稳当的 是 是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属于保费低 第二个就是属于产品好 那就是跟着发展嘛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种保底封顶 保证不 这个只赚不赔的 但是这个会不会太好 to be true 因为美国它的制度非常完善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对于 其实那个很保守 比其他的更保守 是 其实美国保险 这个保险也算是非常成熟的 因为已经时间非常久了 那么也不对 必定其实推出一些这个项目产品 那么让很多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分散投资风险 因为你如果是有人受保险的话 有官司的保障 所以这个也是下一个大家 就是你不想当美国人的话呢 你也可以有这一些 用保险来cover 你在税务上的不利的方式 非常谢谢两位 那么也再次的希望呢 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还是可以给我们的小律师做WeChat 那么他随时会回答我们 这个忠实观众的这些疑问 再次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我们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